自从贾玲参与演出春晚小品《喜乐街》,关于春晚女神与女汉子的争议便不绝于耳,喜剧演员贾玲也再次成为互联网关注的对象。 近日,一组贾玲清秀照片再次被网友翻出引起疯传,在已曝光的照片中,贾玲竖着双马尾,身穿粉色洋装,身材苗条表情之内,观众沸沸惊叹,一直珠原欲润的贾玲,曾经也是个玲珑身段的俏女子, 更有网友直呼,春晚女神与女汉子根本不算什么,贾玲曾经也是女神,据悉,在去年这些照片曝光的时候,贾玲就曾在微博上大方回应道,食汉没有受过,我相信某些广大人民群众收下来比我好看多了。 朋友圈里发留言,说我失恋了,没人安慰,没人同行,一群点半的。 如果你还想继续最快了解最新鲜的娱乐资讯,那就赶快订阅我们或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账号《娱乐播报》,还在犹豫什么,赶快行动吧。 当时贾玲就曾在微博上大方回应道,食汉没有受过,我相信某些广大人民群众收下来比我好看多了。 更有网友直呼,春晚女神与女汉子根本不算什么,贾玲曾经也是女神,据悉,在去年这些照片曝光联网关注的对象。 近日,一组贾玲清秀照片再次被网友翻出引起疯传。 在已曝光的照片中,贾玲竖着双马尾,身处自从贾玲参与演出春晚小品《喜乐街》,关于春晚女神与女汉子的争议便不绝于耳。 喜剧演员贾玲也再次成为穿粉色洋装,身材苗条表情至内,观众沸沸惊叹,一直珠原欲润的贾玲,曾经也是个玲珑身段的俏女。